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朋友 今天我们要谈谈一个特别的年轻人 叫做提多 相较于提摩泰 我们对提多比较陌生 但是他和提摩泰 马泰等人一样 都是使徒保罗所带领的 年轻一代基督徒中 较为亲近的同工 所以谈到今天的经文之前 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提多是谁呢 按照圣经集出的记载 提多是未受割离的有希腊人 按照提多书一章四节的描述 提多很有可能是保罗带领信主的经年 提多也是跟随保罗上耶路撒冷 辩论割离一体的随行者 是新一代未受割离的 非犹太裔基督徒的代表 是保罗论述拯救和割离 没有绝对关系的见证人 但是只是足异和得救的经历 并不足以使保罗在提多书与今天这一章的经文中 多次称赞 肯定提多 所以我们就进一步来了解一下提多的信仰品格 以及他到底做过哪些服饰 使他在年轻一辈的基督徒中 即使没有犹太背景仍然可以脱颖而出 提多做过什么服饰 根据新一圣经的记载 提多至少受保罗拆派 外出代表保罗服饰三次 第一次是在耶路撒冷会议过后不久 提多在哥林多教会代表保罗募集慈善的捐款 同时也观察一下 哥林多教会对保罗那封措斥严厉严正的 劝勉性的反应 第二次是提多书中提到的 保罗拆派提多在克里特工作 除了处理教会事务 最特别的是他还要设立长老 也是在此段经文 保罗清楚罗列成为长老的信仰品格等等的要件 并且成为今日长老候选人的审核标准 第三次是在提摩泰后书的第四章第十节中 简略提到提多前往达尔玛提亚这个地方 却没有叙述任何任务的内容 从提多的服饰 我们会发现保罗肯定提多 是因为这位青年具有几项宝贵的信仰品格 首先提多热情 今天的经文 保罗提到提多的服饰是热情与自愿的 是甘心乐意 自动自发的服饰 这在还处在叛逆年龄的青年身上 是值得称许的 其次提多可受信任 根据几次保罗托付提多的任务 我们会发现 他常常和财务有关 处理财务的人必须干净清楚 可受信任 能够拒绝金钱的诱惑 第三 提多有见识 保罗让这个尚且年轻的基督徒领袖 前往克里特 主办领选 设立长老的事业 这在今天的教会情况中是很难很难想象的事情 可见提多有超越年纪的见识和威望 而不只是背靠保罗 这座大山才能够达成这样重要的事构 所以我们作为服饰者 可以从提多学习怎么样的信仰功课呢 首先 亲爱的弟兄姐妹与好朋友 让我们因为不同的年龄 我们有不同的学习 若您是年轻人 请以提多为行事为人的榜样 自我地利 不要叫人小看您年轻 不要让背贵 成为主爱您成长成功的大石头 更热情 更认真 更有见识 好让人称赞您是可托付重任的人 如果您是长辈 请向保罗学习 不要吝啬给予年轻人机会 不要以年轻没有经验来蹉跎 他们宝贵的年轻时光 请认真教导他们 请给他们一次伸手的机会 请给他们任务和负责任的空间 然后学习适度的放手 让他们发挥 让他们跌倒 甚至让他们在血泪中来经历 所以他们可以在成功与失败中 同样深刻的学习 这样我们就不会感叹 教育中没有年轻人 没有青年服侍者和领袖 这样 在我们退休的时候 才能对主 对人 都存无亏的良心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